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国历代对帝王灵寝的修剪都非常重视 不仅在灵宫建筑上精心营造 而且在陪葬品的选择上也极紧奢华 作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毅君 在明臣张居正等人的辅佐下 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 国历的强盛 为万历皇帝的灵寝营建和陪葬物品的准备 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而对定灵的考古发掘 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明十三陵中唯一一座被考古发掘的灵寝 定灵的陪葬品 其品类之丰富 数量之庞大 工艺之精湛 均领世人惊叹 从地后官服 配饰 到不同质地的宫廷器物 以及各种礼仪用品 可谓是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那么这座规模宏大的地下宫殿 究竟出土了多少奇珍异宝 这些珍贵的文物 又具有哪些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呢 原明代地灵研究会会长 胡汉生老师做客百家讲坛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 探究明十三陵的隐秘历史 系列节目探秘明十三陵第八集 瑰宝多英 各位观众 大家好 前面呢 我们讲了定灵地下宫殿的相关制度 那么呢 我们看到了地下宫殿的豪华 和它的神秘 那么定灵地下宫殿发掘成功之后 皇帝皇后 他们的尸骨情况又怎么样呢 里边有多少皇帝皇后的随葬品呢 这些随葬品当中 又有多少价值连成的西式珍宝呢 在这一集的节目里 我将为大家讲讲这些问题 定灵地下宫殿发掘之后 人们发现啊 皇帝和皇后 他们的光果 都是放在帝宫的后殿里的 帝宫的后殿里边呢 有关床 皇帝皇后的光果 就是安放在关床上的 其中啊 万历皇帝的光果 是放在关床的正中间 孝端皇后王室 光果呢 是放在万历皇帝光果的左边 也就是北边 而明光宗 朱长落的生母 也就是孝敬皇后 她的光果呢 则是放在万历皇帝光果的右面 也就是南面 这三具光果呀 他们的摆放方向 都是关头朝向陵园的后方 关尾呢 朝向陵园的前方 也就是说 死者在安葬当中 他们的头 是朝着陵后的大禹山 而脚呢 则是朝着陵园前方 那么皇帝皇后的光果 文残清化 不完全一致 其中啊 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 他们两位啊 棺木 保存的啊 相对好一些 而孝敬皇后呢 因为她是从妃子坟 牵葬过来了 所以呢 遭求情况比较厉害 而万历皇帝 他的果呢 是保存最好的 人们在打开这个棺木之后 发现啊 皇帝皇后的光果里边 都是有一层层的被褥 里边呢 还有很多的隋葬品 还有橙卷的丝织品 皇帝皇后的一招情况啊 是万历皇帝 她头戴着乌纱一扇棍 身上穿着红色的十二张滚服 腰上聚着玉带 脚上踏着高筒靴 而两位皇后呢 都是头戴着宗帽 上身穿着假袄 下身呢 穿着裤子和裙子 脚上穿着鞋袜 皇帝皇后 她们的骨架 保存的都相当的完好 两位皇后呢 骨架是比较正常 只有万历皇帝啊 她的骨架 右腿呢 稍微有些内缩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根据文献的记载啊 万历皇帝 生前 她的右脚有过足迹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的时候 人圣皇太后去世了 万历皇帝呢 因为受到惊吓 走路走得急 然后就上火了 接着呢 他服用清炫药 又过量了 结果呢 导致幼族残疾 所以呢 后来去拜见母亲的时候 慈圣皇太后 都是让内侍 掺着他跪拜行礼 后来慈圣皇太后 在万历四十二年时候去世了 在三周年的时候 万历皇帝啊 祭奠母亲的时候 他还是需要内侍 来掺着他行礼 由此可见呢 万历皇帝 他的幼族之鸡 乃是终身的残疾 定陵地下宫殿发掘之后 出土的各类文物 种类很多 既有丧葬礼仪所必备的 士册啊 士宝啊 明经啊 穆勇啊 以及这个同心名气 还有很多的 四支品 以及皇帝 皇后的衣冠服饰 那么这些文物啊 经过定名发掘报告的统计 总共是两千六百四十八件 这些文物里边 帝后 桑葬礼仪所必备的这些东西 一般呢 只具有文物 历史研究的价值 但是呢 其他那些宫廷食用品 以及四支品呢 皇帝皇后的衣冠服饰啊 他们就是不但具有 历史研究的价值 而且呢 对于明代的科技 以及艺术 都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这些文物啊 价值非常的珍贵 称当上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有许多文物呢 甚至是首次出土 下面我又给大家介绍几件 定名出土的典型的文物 这些文物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 关带首饰 富丽堂皇 我首先谈一谈啊 万历皇帝的金棍 这顶金棍呢 它属于万历皇帝的长服 所谓的长服呢 就是皇帝日常说 他所穿的服饰 长服的特点啊 就是头戴着乌纱衣衫冠 身上穿着是四传龙的龙袍 乌纱衣衫冠呢 它所以有这个名字 是因为它的表面蒙着黑纱 后边呢 有两个朝上的折角 所以呢 它也叫乌纱折角向上金 或者呢 冲天棍 今天我所介绍的这个金棍 它也属于一闪棍的类型 但是呢 它完全是金质的 这顶金质的义上棍 重826克 形质呢 跟乌纱义上棍呢 是一样的 也是分为前屋 也就是冒在前边的壳 后山 就是后边龙起的部分 还有折角三个部分 那么这三个部分呢 都是用0.2毫米细的金丝 按照灯笼框那种形式 编织而成 我们都知道 这金丝 它是非常柔软的 再加上它很细 所以呢 非常容易折断 也容易打结 但是呢 由于当时的工匠啊 技艺特别的成熟 所以呢 这顶金棍呢 它不仅孔玉而非常的均匀 而且呢 没有一点打结 或者断开的地方 这顶金棍 它的后山前部 装饰有二龙细珠的金石剑 两头龙 它的龙头 龙爪 背鳍 以及两头龙中间的火珠 全是采用有凹凸效果的 羊斩工艺打制而成 所以呢 它立体感非常的强 而龙身和龙腿上的龙鳞呢 则是采用 掐丝 蕾丝 甜丝工艺制成的 也就是说 先用细细的金丝 搓拧成花丝 然后呢 掐制成一片片的龙鳞 最后呢 马翰成形 由于啊 当时的工匠 对于焊接的火候 掌握得恰到好处 所以呢 这顶金棍呢 虽然结构非常复杂 图案非常丰富 但是呢 看不到丝毫的焊口 可以说 整体形象上 既是轻盈透明 而且呢 公义又达到了炉火春青的程度 随着定灵的发掘 无数西式罕见的陪葬珍宝得以面世 他们向世人诉说着昔日帝王的尊贵与荣耀 当然 作为帝王灵寝 定灵不仅埋葬着万历皇帝朱一军 同时他也是两位皇后的长眠之地 那么母仪天下的两位皇后 究竟有着怎样精美绝伦的陪葬之物 这些陪葬品又向世人展现出了 明朝怎样非凡的制造工艺呢 下面呢 我们再谈谈皇后的龙凤观 这个龙凤观呀 其实就是以龙凤作为主要装饰的皇后的礼观 这种礼观呢 它是起源于宋代 明代又有所发展和完善 所以呢 更显得雍容华贵 明朝的龙凤观 它都是啊 皇后在接受册封 拜业宗庙 以及在大朝会时候 接受命赴朝拜时候 带的礼观 定灵出土的龙凤观啊 一共有四顶 两个皇后 每个人两顶 这四顶凤观呀 有这么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龙凤数量 以及材质 与大明会典记载的都不一样 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 皇后的龙凤观 应该是九龙四凤观 而且应该是金凤翠龙 但是呢 定灵出土的这四顶龙凤观 则分别是十二龙九凤观 九龙九凤观 六龙三凤观和三龙二凤观 而且呢 龙都是金龙 凤呢 是翠凤 我们猛一看呢 似乎这四顶凤观 他们在数量上 没有一定的规则 但是实际上 如果我们把两位皇后 他们的凤观 龙凤的数量 分别进行统计 进行比较的话 我们还是能看出 中间是有些规律的 比如孝东皇后 她的龙凤观呢 是六龙三凤观 和九龙九凤观 算起来 就是龙十五条 凤十二支 而孝敬皇后的龙凤观呢 则是一顶是十二龙九凤 另一顶呢 则是三龙二凤 合起来呢 龙也是十五条 凤是十一支 很明显 龙的数量都是大于凤 这体现了一种 什么含义呢 其实就是体现的是 皇帝的地位 要高于皇后 也就是说 古丹那种 富为七刚 均为辰刚 伦理刚常的一种体现 那么孝东皇后 她的凤 比孝敬皇后 多了一支 这也说明呢 在明代呀 原配皇后 她比那后追逝的皇后啊 地位要略高一些 二是 这四顶凤冠 都是造型奇巧 制作精美 装饰有大量的珍珠宝石 我们就以啊 较端皇后 她的六龙三凤冠为例 这顶凤冠呢 她的关顶上呢 装饰有三条金龙 其中 中间一条金龙 是头朝前 口里边呢 闲着珠宝堤 而左右两侧的龙呢 都是头朝外 龙脑之下 还有花丝工艺 制成的如意云头 那么这两条金龙 它的口里边 也显着 长长的珠宝串 而且呢 能够垂到皇后的肩部 三条金龙的下边 则是装饰有啊 三只 展翅飞翔的翠凤 所谓的翠凤呢 就是用点翠工艺 制成的凤凤 点翠工艺呢 就是用南方的翠鸟羽毛 然后用剪子 按着凤凤的相应的部位 搅出这个形状来 然后粘贴在用板上头 三只翠凤之下 则是一束束的珠花 所谓的珠花呢 就是用珍珠给它装饰成 一个花朵的形状 中间呢 用红色或者蓝色的宝石 作为花蕊 而大小珠花之间 还装饰着有啊 翠云翠叶 而棺的后面呢 则是装饰着 另外三条金龙 下边呢 也有一束束的珠花 而且这个棺的后面呢 还有左右各三扇的薄币 所谓薄币呢 就是龙孟棺 后边的向左右两个方向 伸出的装饰物 明朝时候啊 皇后左右薄币是各三扇 皇妃呢 是左右各两扇 体现出皇后和皇妃的等级来 薄币上边 也是装饰有金龙 另外还有翠云翠叶 还有珠花 而且薄币呢 它下边有珍珠串 所以呢 总体看来啊 这个凤棺 它是造型非常优美的 整个凤棺高35.5厘米 重2.905公斤 总共呢 装饰有红蓝宝石 128块 珍珠 5449颗 这顶凤棺呢 由于它的金龙 翠凤 还有这个猪花 以及左右薄币 它都是左右对称 那么设计的 所以凤棺呢 所以凤棺呢 它显得特别的庄重 但是呢 又不板质 颜色非常的绚丽 又非常的和谐 所以皇后那种 母仪天下的高贵身份呢 就充分的体现出来了 另外 定名出土啊 还有12条隔带 这个隔带呀 其中有10条 属于一带 另外还有两条 一条呢 是大陆带 一条呢 是宝带 这里边 装饰的最珍贵的 就是那条大陆带 这个大陆带 得名了 是因为呀 它出土的时候 是从万里皇帝的锅里边出土的 这个大陆带下边呢 有一个黄色的绢条 上面用墨书写着 宝藏库取来大陆带 所以我们知道它是大陆带 这个大陆带的珍贵之处在哪呢 就是它有20个金垮 所谓的金垮 就是隔带上的 一个一个的装饰物 这个20个金垮呀 中间都镶嵌着 大块的祖母绿宝石 周圈呢 还有一圈 十六子虫宝石和珍珠 这条大陆带上 因为有20个金垮呀 所以它就有20块 大块的祖母绿宝石 祖母绿宝石啊 也称铝颂绿 它是非常贵重的工艺装饰品 明朝的蒋义奎 《长安刻画》里边就曾经说 祖母绿齐色深绿 齐价极贵 而大者尤汉德 祖母绿宝石啊 因为在明朝数非常的罕见 价格也非常的贵 所以呢 是人们啊 心目中非常理想的那种宝石 钉铃出土的 簪筷 耳坠等首饰 也很多 多达240余箭 其中簪呢 就有199箭 万里皇帝呀 他的金簪是56个 其中呢 有14箭 都相线着 非常珍贵的 猫精石 宝石 这个猫精石 宝石啊 因为它 特别像猫的眼珠 所以呢 人们也称它叫猫儿眼 或者猫眼石 据文献记载 当时啊 手指肚大小一块猫精石 就价值上千两白银 万里皇帝 他竟然有14个金簪呢 都有猫精石 由此可见啊 皇帝 他在宫廷里边生活 那是极度的奢华的 丁灵出土的耳坠 一共有十件 其中作为精美的一件耳坠 就是孝敬皇后的 金簪相宝玉土耳坠 它总高是5.8厘米 那个金簪呢 是圆形的 正好是穿在耳朵上 下边呢 连着一个红宝石 在下边呢 就是白玉雕成的玉兔 这个玉兔啊 它取材于古代的玉兔导药传说 这个传说啊 非常的历史悠久 据说这种玉兔导的药啊 制成药丸 人吃了呢 就能够长生不老 成为神仙 后来人们又认为啊 这个玉兔导药 这个传说应该是来自月宫 所以你一天问里边就讲 月中何有玉兔导药 这个玉兔的坠石 设计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巧 可以说构思不凡 这个玉兔呢 它的两个前肢 是举着一个玉杵 似乎在用力地倒要 下边呢 是一个玉镯 这玉兔的双脚啊 是踩着一个精致的祥云 这个祥云呢 分为三朵云片 每朵云片呢 都两面镶嵌着宝石 有红宝石 也有毛巾石 尤其啊 它设计的精巧之处 就在于玉兔的眼睛 这个眼睛呢 它是用米粒大小的 红宝石点缀那 显着这玉兔呢 炯炯有神 这个设计 体现了 艺人的构思不凡 神来之彼 定灵出土的这些 精美的帝后 棺带配饰 做工精巧 震惊世界 堪称国宝 它们是万历时期 历史的缩影 在流光中熠熠生辉 而在定灵出土文物中 更为重大的发现 当属万历皇帝 棺果中的十二张滚符 那么在这件滚符之上 究竟有着怎样 不为人知的密码 它与史书中所记载的 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 定灵出土文物的 第二个特点 就是刨服衣物 张彩炫耀 定灵出土的各类纺织物 以及帝后的衣冠服饰 一共是六百四十次件 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 应该是万历皇帝的 十二张滚符 以及孝敬皇后的白子衣 定灵出土的呀 万历皇帝的十二张滚符 一共是五件 其中两件是克斯制品 另外三件都是刺绣制品 其中一件是穿在万历皇帝的身上 定灵出土的这五件 十二张滚符有三个不同寻常之处 第一个就是这十二张滚符啊 他们都装饰有古代天子礼服上 所具有的十二张图案 这十二张图案呢 历史非常的久远 上书 里边有余书一篇 就记载了十二张图案的内容 其中有 这十二张图案呢 它各有含义 它都是代表了天子的各种美德 其中日月星辰 古代呢 也称为三光 是取其照林之意 山呢 因为它能行云语 人所仰望 所以取其郑重之意 龙呢 它变化无方 所以取其神 华虫也就是智 因为文采昭著 所以取其文 宗仪啊 就是宗庙的祭器 一个呢 上边画着虎 一个上边画着尾 古人认为啊 宗仪代表的意思 是迹象之意 古人还认为啊 上边画虎 是取其威猛之意 而画那个尾 就是一种长尾猴 因为这种猴子呀 特别聪明 所以取其智 藻呢 是一种带文的水草 是取其文 人取其节 火呢 取其名 取其岩上之意 粉米呀 就是大米粒 因为它是洁白的 所以取其洁白 能养人 斧呢 就是大斧子 取其能断之意 斧呢 取其相臂之意 也就是臣子 辅佐辅助君王 另外呢 还有人认为啊 是取臣子 被鳄向上 也取呢 君臣离合之意 总而言之 这十二张图案 它是集各种美德 于天子一身 这五件滚服啊 它都是在设计上 是以团龙为主的 这个团龙呢 它一共十二组 其中前筋是三组 后背也是三组 左肩右肩各一组 左右两胯各两组 其余十一张图案 分布情况是啊 左肩是日 右肩是月 日呢是红色 月呢是牙白色 后边是星辰 金木水河图五星 然后下边呢 一边一个是山 其余呢 那个滑虫啊 它是分布在 两个袖子的后面 综仪 凿火 粉米 腐服 这六张呢 则是分布在 前筋和后背 团龙的左右两侧 这十二张图案的分布 突出了龙 这一张的图案的 主导作用 体现了皇帝的 崇高地位 第二个不同反响之处 就是这五件 滚服 它们的制造工艺 都非常的精湛 我们就以啊 两件 克斯的十二张滚服为例 克斯呢 它的制造特点呢 就是它不用那种 大型的织机 而是采用通经断尾 小缩瓜枝的 这种工艺 制造而成的 而且呢 在色彩上 它也非常的讲究 总共采用了 红蓝黄绿 二十八种色绒 来进行克制 而且大量的采用 赤原金线织尾 用孔雀与绒啊 来克制龙纹 体现了皇帝那种 高贵的身份 第三个不同反响之处 就是定灵出土的 这种豪式的十二张滚服啊 在历史文献上 是不见记载的 不论是大明会典 还是明史余福治 都没有记载 那么这种滚服 它与大明会典 记载的那个十二张滚服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大明会典啊 它记载的那个滚服 它叫缅服 它是上一下长式了 不是袍式了 那么这五件十二张滚服 它到底应该是什么服装呢 还是定灵的出土文物 给出了标准的答案 在定灵出土的 两件克斯十二张滚服 在下面 它有一个捐制的标签 这个标签上有墨书 就写着滚服两个字 它与大明会典所记载的 缅服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们认为啊 它应该是缅服的一种简化版 或者替代服装 宫廷祖记就记载 说缅服一不偿服 指朝贺用之 其焦天四祖 俱服冲天棺 以便跪拜 这段话的意思说啊 缅服这种服装 也不是皇帝在什么场合 都穿戴的 只是在啊 大朝会的时候 在文武大臣 向他跪拜行礼的时候 他才穿这种服装 那么在祭祀天地 祭祀宗庙的时候 因为他们要向 祖先的牌位行礼 所以他们都是 带着是乌纱一扇棺 也就是冲天棺 身穿着这个十二张 袍式的滚服 这样是为了便于跪拜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种袍式的十二张滚服 它是真实存在的 除此之外 他也可以作为皇帝的兽衣 万里皇帝 他的尸体上 给他穿的就是十二张滚服 下面呢 我们再谈谈孝敬皇后的白子衣 定陵出土啊 孝敬皇后的白子衣 一共两件 都是出自孝敬皇后的棺内 一件呢 是红素螺刺绣白子衣 另一件呢 是红暗花螺刺绣白子衣 这两件白子衣啊 它们都属于对金 方岭 甲衣 这两件白子衣 精妙之处体现在两点 第一点 这两件白子衣啊 上面都有生动活泼的白子图案 这个图案多达四十多个场景 每个场景呢 有一至六名儿童不等 它们的神采各不相同 有的呢 在斗蟋蟀 有的在棍金鱼 有的呢 在摔跤 有的在练舞 还有的在踢剑 有的呢 放鞭豹 有的呢 在玩陀螺 还有的放风筝 还有的是捉迷藏 所以儿童那种天真烂漫 生动活泼那个景象 可以说是刻画的 淋漓尽致 唯妙唯孝 它体现了皇家那种追求 多子多福 多福多寿 这种心理 第二个精美之处 就是这两件刺绣白子衣啊 它们的刺绣工艺 非常的精湛 这两件刺绣白子衣啊 都是以正色为主 用枣红 水红 粉红 浦蓝 藏青 浅蓝 月白 艾绿等等 二十二种色线呢 织出白子的图案 以及周围的景致 又用加粘的金线 绣出金龙来 而且呢 绣出八宝 还有如意云 它的边缘 所以 给人以金翠夺目的 艺术感受 而且这两件 刺绣白子衣啊 运用的真法 多大十一种 那么这种丰富多变的真法呀 也使刺绣这种艺术的表现力 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定灵文物的面饰 让我们揭开了大明王朝历史上 一层又一层的神秘面纱 这些文物是凝固下来的历史 它让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 去触摸岁月的沧桑 去倾听历史的回想 不论是万历皇帝的十二张滚符 还是孝敬皇后的白子衣 这些西式珍宝 让我们看到了天子之威 皇家气派 更见证了明代高超的 刻丝与刺绣艺术 那么作为唯一一座 被考古发掘的明帝王陵寝 明定陵之中 还出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珍贵文物 这些巧夺天宫的宫廷文物 又将对明代历史的研究 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请继续收看《瑰宝多英》 定陵出土文物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宫廷器物 精美绝伦 定陵出土的各种宫廷实用器皿 多达九十多件 有盆 碑 碗 盘 湖 绝瓶等等 这些器物啊 设计都非常的精美 而且制作呀 也非常的精致 可以说呀 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下面呢 我就谈谈万里皇帝的金坨玉绝 绝呢 它是古代啊 一种酒器 古人认为啊 它虽然体量小 但是通常都是比较隆重的场合 才使用它 那么定陵出土的绝 有金绝 还有玉绝 我们说的这件玉绝呀 它制作那是非常非常的精美 这个玉绝呀 高是11.5厘米 白玉丢桌而成 它上边呢 有个尖嘴的地方 古代啊 称为柳 是对着嘴 喝酒的地方 后边有一个源头的 那叫尾 左右两侧呀 各有一个小圆柱 古代称为柱 下边呢 有三条腿 古代称为足 另外啊 这绝的边上还有把手 古代称为盼 这个玉绝呀 最巧妙的 就是它的绝盼的设计 这个绝盼呢 它造型是一条龙 这个龙啊 两个前爪 它扒在这个绝的眼上呢 头呢 上升 那嘴呀 就接近那个绝的柱那个部位了 给人感觉呢 好像它闻到绝里边的酒香 也想尝尝啊 绝里的穹江玉叶 这个玉龙的两个爪子呀 它是紧紧抓住绝壁 尾巴呢 上卷 然后它那个腹部啊 是弓起 所以呢 中间它便产生了一个空隙 这个直觉人呢 他可以把食指伸到这个绝盼 这空档里边端起这个玉绝就可以开怀唱吟了 这个玉绝在下这儿 它还有一个配套的金托 这个金托啊 是成一个圆盘的形质 中间呢 是打之而成的山的形状 上边也有三个孔洞 正好啊 能安插玉绝的三个族 镶嵌着红蓝宝石二十六颗 制作非常的精道 所以给人感觉呀 既素雅又滑贵 定灵 由于它是我们国家呀 第一座按照国家计划发掘的帝王菊的陵墓 所以呢 它的出土文物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数量大 种类多 那么里边不仅含有各种丧葬礼仪 所必败的器物 还有大量的宫廷食用品 以及地后的衣冠服饰 这么多的精美的文物 它不是一般的墓葬所能比拟的 第二点就是定灵出土的这些文物 价值非常的珍贵 特别是在历史研究价值上 它所提供的历史信息 可以说对研究明代的历史 以及研究明代的科技史 艺术史 都是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点就是定灵出土的这些文物 它展示了明代高超的工艺水平 好了 有关定灵的出土文物 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定灵的墓主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义军 他的儿子明光宗朱常乐 又葬在哪里呢 他的灵墓所在地 为什么是景泰蛙呢 难道真的是和景泰皇帝有什么关联 有关这些内容 我们下次再为大家介绍 谢谢大家